哪个学徒干的事情 V8给他贴回去是8V 这台8V的车 就车牌挡一下 防止泄露车主的隐私 上次我发了一个 奥马3GT改色模 就是白色车贴了黑色改色模的视频 很多人看 而且很多人也很关心 这个车试完之后 这个基盖发黄的 包括车顶发黄的 后续怎么样了 今天后续来了 这台是他爸的车 也是黑色车 这台车是黑贴黑改色模 所以他昨天来的时候 就问了一下 他之前那台车 这些发黄的情况 到底怎么样了 他说放外面晒了以后 稍微有些好转 当时很多人留言 说改色模这种发黄的情况 晒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所好转 但是好到什么程度 我现在他车没开过来 我也没法讲 反正车主反馈 是比之前那黄 按下去很多了 他家里怎么车子全部去改色 而且还是黑色贴黑色 就亮光黑贴雅光黑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情况 都已经成这样了 都已经成这样了 这个车的模 已经贴完 已经有四年时间了 所以说不管你是什么价位的改色模 我都不建议大家用到四年的时间 四年保证费 基本上一般稍微好一点的 三年也就顶多顶多 四年 而且这种大排量的车 V8的发动机 你可想而知这里面有多烫 而且黑色车放在外面比较稀热 你看现在整车就 机盖是这样的 其他地方还好 车顶我看也有这个情况 车顶站在那上面 我可以照亮 看看这个车顶 车顶这样 这车顶明显是叫人撕过 或者自己撕的 自己撕实在是没办法撕了 因为看车顶整个也是跟机盖一样 这个保险杠 我估计它最近可能是刮叉壮了 对吧 所以说重新弄回来之后 它是个亮光的 所以跟这上面看起来不是很协调 所以说就把全车给撕掉 最主要是变成这个样子 就很多人会问 自己的车身这个颜色 适不适合贴深色的改色膜 我们就来看一下黑色的车漆 贴黑色的改色膜 经过了四年 我已经成这样 车漆到底有没有受影响 我们来撕完之后看一下 我看里面的游戏还是不错的啊 黄不黄看不出来 但是呢这个没有什么硫胶啊对吧 没有省上这个漆面 我感觉有那种小点的腐蚀印 就这里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出来啊 就因为可能年份太久了 就是贴太久了 就上面是有那种很细微的那种 很小点的那种腐蚀那种样子 就是 哇你看 看这个 就是表面它的表层已经是完全是 就是粉末化的 你知道 就这样 它这不是脏的东西 整个就是粉末一样 就是整个给分化 就可以用分化可以放进来 就这样 就很轻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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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多少公里了啊 10万公里了已经 宽敞还是很宽敞的 这个是7座的吧 对 这后排还是很宽敞 还有两个耳机 是吧 后排娱乐系 然后关于丝膜这个问题呢 最近我发现呢 也有很多个车主问我啊 就是丝膜要不要费用啊什么的 就是这里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这个车主啊 这个是第三台车在我们这里丝膜 宝马的3GT GT63 S 这两台车呢 都是在我们这边贴的膜 所以说后续呢 撕膜呢 我们就算是一个服务嘛 你以后 贴了不喜欢啊 要撕啊 找我们把你撕掉啊 对 然后像这台车呢 是 图勒啊 这台车之前不是在我们这边贴的 所以说找我们撕膜呢 我们是收取费用的 因为你看看 都是大小伙子 对吧 都是要饭吃下去给你撕的 不可能是给他们吃空气 对不对 所以说 资膜呢 我们肯定也要付给他们一点工费嘛 对不对 而且呢我们 像这个车呢 没有硫胶啊什么的还好一点 如果是一些硫胶很严重的呢 我们还要用那个什么柏油力清清洗剂啊 各方面的药剂啊 都是有成本的嘛 对吧 所以说我们会收取一定的费用啊 对 就这么一个事情 很多人就问 这个东西很简单 就是我们是肯定是要花人力啊 然后材料啊 或者耗材进去嘛 这个东西肯定是要收费 那你如果是在我们这边贴的呢 也算是我们门店提供给你的一个服务嘛 对吧 撕膜整整撕了三天 我们新来的那个学徒 我都担心他三天之后要走人了 坚持下来 还好他身高高 不然那个顶都没法撕 现在呢这个呢就是撕完之后的一个状态啊 然后给它洗了 之前前杠是没磨 后杠呢撕完之后全是胶 我建议大家呢就是改式磨 大概就是两年左右就可以换了 特别是你如果是用车环境不好的情况下 两年左右就必须要换啊 你如果是停在车库的啊 有地下车库的 那你可以稍微久一点啊 这个是没有关系 因为紫外线的伤害呢 就远比你想的要严重的多啊 这台车呢 是这么一个情况 你看这个8V呢改回来了啊 改成V8了 现在又回到它V8的一个状态啊 啊 顶上你看这种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本来这种金属条吧 那这种金属条你看 它是没有贴膜的啊 你看本来这种金属的面都已经被这种紫外线啊 这种各种的伤害成这样子啊 可想而知我们就简简单单 你看一张那个PVC这种改色膜 呃 过了这么多年 如果是这种状态 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这个丝碗比它原来没丝的 看起来就像样多了啊 看起来像一台豪车 这是一台那个图勒啊 我们丝膜的一个案例 分享给大家 希望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啊 特别是选择贴这种改色膜啊 这种情况下 希望给大家呃 多一个参考吧 好吧 嗯 拜拜